现在我要讲解的是第三题 这一题是说 若5分之x减20 减去6分之30加y等于6的话 得5分之x减6分之y等于多少 就先把5分之x减20 减去6分之30加y等于6 先把它弄出来 然后可以得到 先充分的话 就是30分之6 减120减150加5 减y 然后把它弄下的时候 就变成5分之x减9 减去6分之x等于6 然后把它 然后把这边两边同时加9 然后就可以得到大摩 请等一下不期 你没有发现你有一地方犯错的 每次分配率永远都不做的 分配率会有一个同 同身于6同身于5 你不能只送给第一个 不送给第二个 这每次经常犯错误 这里面还是蛮多错误 还有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合并了之后再拆 拆了又合并 合并直接绕圈圈 所以这里存在很多的问题 你的思维一开始就是在做事情 就是一直绕圈圈 所以不是最佳的思维 从前面的开始过程当中 需要 请问你需要通分吗 不需要 来 把所有思维再修正一下 因为一开始就看到五分这一次 一开始就看到六分之歪 你为什么要通分 所以通分是没有意义的 直接拆 然后注意一下分配率 分配率不要再犯错了 分配率是一直在一直犯的错误 还有对数字在0米一点点 需要写五分之二十 跟六分之三十 他们都是等数 既然是等数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用分数来处理 你不要小看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你的思维会决定你平常做事的思维 数学有什么用 数学是决定你平常做事的方法 数学的计算本身的结果不重要 重点是它反映你做事的思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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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亂說就是加油練習 每個人都會輪到輔助教學徒教 所以你下去期待再加一期 你第一次算你答案是多少 你一定是